最近熱播的劇集《景犬巴打》 接下來進入結局編 這一眾劇中的演員 包括黃中澤、朱千雪、陸永、梁烈維等 齊齊出席劇集宣傳活動 他們還在台上跟粉絲大玩遊戲 還有女粉絲為了Bosco的愛的泡泡 不肯下台 套劇成績這麼好 Bosco都說很開心 還說自己寧願不睡都追劇 我很不捨得 我真的不捨得 其實我昨晚凌晨4點多下班 回家洗澡樓5點多 我忍不住要先追回重播 是不是整個團隊這次合作得很開心 還有一身歌 他們整班家印 都是的 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整班兄弟姊妹這樣 我是想約看大結局 誰知道都是太忙 要開床 是 無法度一齊去高興看大結局 是 可惜的 套劇反應這麼好 當然是開心 不過如果Bosco有另一半跟他分享這份喜悅 應該會更開心 但Bosco就好像不多想再說感情事 會不會想自己不如找回一個盤會不會更加開心 沒有所謂 這些盤的東西隨遇而安 隨遇 還有我真的要發通告 每一次做訪問 每一次出宣傳 每一次都問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你 跟廣大觀眾一樣都非常關心你 不用擔心的 看巴打就行了 這日活動上 朱千雪就幫一位婆婆贏得金猴 而陸永就被劇中的九演員巴打抽中 而獲得金猴 陸永更大爆 原來巴打抽中她是有原因的 跟她說今天的活動上 你很幸運 抽到一個甚麼 叔金… 金猴 你知道的 很準確 不是的 真的從來沒有抽獎運 真的不知道為何 原來監製星哥還給我 因為劇中 我們這麼多演員 巴打是咬過我而已 所以她就介紹你 還給我 還給你 還給我 有情有義 真的 在劇中有一個女兒的維瑋 然實中也很想快點可以當爸爸 她還說生一個不夠後天 很想… 是嗎 是很想 快點 即是現在計劃計劃了 其實都做了很久了 這件事 是 不過做的都未成功 努力點努力點 有沒有想著喜歡男生還是女生多呢 跟另一半有沒有相亂 其實經常跟人說都沒有所謂的 不過其實內心深處應該是想男生的 其實我亦都很喜歡女生的 因為女生很愛的 超級和她拍拖 可以生幾個就能練習了嗎 最好就是一男一女 然後再多個小妹妹 那真的很努力了 是 王浩信日前拍攝新劇致命復活外景 發生意外要入院 雖然手指需要逢針 但輕行頭和面部都只是皮外傷 身為好友的維瑋 當然有即時慰問好信 我也立即微信跟她聯絡了 她都說現在OK了 大家不用太擔心 頭面那些皮外傷 手好像要亂針 但現在正在休息 也有點頭暈 希望她休息好一點 快點好回來